这辆车呢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 你都觉得它应该是个三排座的MPP 七人车对不对 但实际上这个车呢 只有4米7 4米7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的兰奴飞已经坐到4米9 但这个车是4米7 所以它是短了一大 也只不过整台车方方正正 会让你觉得这辆车应该很大 当然的好处就是呢 四轮顶滞了以后呢 其实它整个车内空间会做得更大一些 不过这辆车呢 只是一个带侧华盆的 五座的车型 其实这车的感觉怎么样呢 就是我觉得它像是一辆图安 因为图安就做了个五座 然后留了一个很大的尾箱空间 整个垂直的立面又很好 就很好去装东西 就这种感觉 而且包括这台车 其实前排的那种坐姿 感觉都是很高的感觉 下面都直接铺好了电池 上面坐得很高 然后它整个驾驶也很有意思 就是它是一种很收窄的状态 但它又很通透 然后你开着其实是没有什么压力的那种感觉 而且关键是 它会让你有那种开起来像大车的心理感觉 这就要命的四米七的车 让你觉得开起来的车很大 这很关键 然后这车呢 其实老师说 你说它做得很好 哇很体面 没有 这辆车的感觉更像是一辆 ID电池化以后的工具车 如果你想着说我买这辆车拿来做奶爸车 然后拿来做通勤 然后开出去好好玩 玩具就可以 但实际上你拿来做一个很体面很舒服的 电池呢 这辆车做不到 它如果再加长一部分的话 可能有上排座 大家会用起来好很多 反正呢 这辆车的续航里程啊 电池功率 我觉得都不是涩 坐在里面你才知道它的定位到底怎么样 所以说如果你想买一台很划算的ID车型呢 我觉得目前整个大众展来最划算是买了ID3 因为这辆车呢 其实整个终端的价格确实做得很好 你要入手10万能搞得点 是不是觉得很像 另外你想买一台更大一点的话 可以看一下那台二五款的ID4 Cross 那台车的话呢 其实整个空间感又做得很好 关键是价格不高 二五款做了一些什么呢 做了轮毂啊 然后后视镜啊 包括车标这些熏黑的处理样车 这辆车看起来运动感的好 所以毕竟这台车出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需要用一些新鲜的东西 让大家觉得车是有新鲜感 所以目前来说ID3 ID4 是我觉得目前最划算 就是家用的ID车型